自驾游如何选择太阳能 选择之前先看一下我的太阳能 之前花500度买了180瓦的太阳能 现在只能发6瓦时的电了 看这小电流可不可怜 我车上是440A时的电池 用它充满要900多个小时 为什么这么慢呢 因为坏了 太阳能表面有杂物 不及时兴力就很容易产生光照不均匀 这样的太阳能就产生了热板效应 那太阳能出现这种热板效应就是坏了 常见坏能板呢有这种硬板的 我买的半柔性的 还有这种折叠的 硬板是坑热板效应是最好的 折叠是最容易清理的 如果是轿车或者SUV呢 就选用折叠的 使用的时候放在这种基盖的上就可以 如果是这种有平顶的车呢 一定要用硬板的 能追光最好 最不推荐就是这种软板 电邪性不如折叠的 效率不如这种硬板的 而且太坏了 我这也是属于帮大家踩坑了 太阳能呢还分多景和单景的 阴田用多景 晴田呢用单景 选择主要看自己要去地方和季节 南方呢尽量用多景的 因为雨季度 西北部呢 那就用单景的 因为光照鼠 下期讲如何选择那边戏 等于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